過來過來 過來 全部過來 深夜停車場 一群年輕男子 看到遠景到來 降在原地 年輕男子故作鎮定 聲稱是來找朋友 不過對方畏畏縮縮下車 怎麼看都不對勁 原來 六個人的謊言 馬上被戳穿 原來他們根本就是 魯人討厭嫌犯 當場被抓包 被告被告 警方調查被害的簡訊男子 因為沉迷網路遷堵 找了三個地下錢莊借錢 不過利滾利根本還不出來 所以這夥人 從22日下午3點起 就紛紛跑到新北三峽 簡訊男子上班地點堵人 並將他關在車內 長達8個小時 直到嫌犯打電話 給簡訊男子的父親 對方這才報警求救 最後嫌犯被現刑犯逮捕 不過 這當中還有一名 身穿緊身衣褲的女共犯 外形亮眼引人注目 自稱只是陪男友到場 仍然被送辦 另外桃園中壢也發生 街頭球棒隊驚悚畫面 現場9名年輕男子 包圍一台白色小客車 嚇壞路人 當場查獲4名犯嫌 於30分鐘內 將另一方5名犯嫌查跡到案 根據了解 雙方是因為債務糾紛 引發口角以及砸車衝突 動手的嫌犯 也被依毀損傷害 以及妨害秩序等罪 移送地檢署偵辦 介紹新媒桃園中的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